他們願意這樣子把自己的故事公佈中 其實我覺得是非常需要勇氣 而且不容易的事情 但是因為其實我們不是當事 我們不知道事情的全貌 所以我覺得有點不太方便去做任何問題 你看那衛視都收了 會不會蠻感慨的 我一次有在燒香 其實就是這個是一個大市場的問題 但是我覺得我們不要想那麼多 我們先把自己眼前的事情做好 讓觀眾朋友們對我們的信心一直不斷的累積 他就會看 那其他事情不用想 我覺得很多事情不要自己把自己先到一個死屋中裡面 我覺得就是好 不管外面事業怎麼樣 我們先把我們今天跟我們眼前的事做好 然後當觀眾喜歡我們就他自然就會看 就是時代的變化 因為我就是我個人感慨也沒用 就算我哭有沒有 其實第一個就是肢體不要接觸 然後第二個就是 訪問的時候你就該看哪看哪看 然後第三個就是訪問結束這個事情就結束了 就好 因為那個是一個工作 所以來走後的情況上台 你好啊 講完 OK 結束結束就結束 就走了 就沒有任何 這是一個工作 有網友就說 欸好像一直是女男友之類的 然後他就這樣 就要不要幫他承認一下 我覺得像MeToo這個 為這個事情發生的 每一個當事人 他們願意這樣子把自己的故事公佈中 其實我覺得是非常需要勇氣 而且不容易的事情 但是因為其實我們不是當事 我們不知道事情的全貌 所以我覺得有點不太方便去做 不容易的 はい abandoned 搶一口 你 あっ 讓我可以拿走 你 說